大家好,我是Den 很多KPOP团体在合约到期 成员们不再与原所属公司续约 各自搬到不一样的公司之后 一般也不会宣布团体的解散 虽然说的是我们不是解散总有一天会回来 但是事实上 一旦各自有了新的所属公司之后 因为有各自的立场问题 真的是很难在意完全体站在舞台 目前为止几乎也是没有什么限力 但是可能真的要有限力了 昨天,卡西奔的七位成员 突然在自己的IG现实动态 各自上传了一个英文字幕 首先是队长JB上传了英文字幕C Mark上传了O Jackson上传了绿色A型 Cinion上传了N PenBan上传了R YuGyum上传了E YuGyum上传了E 加起来就是 N!Anchor 这是什么? 要准备新歌? 还是要干嘛? 正当粉丝们各自紧张地想象 所有幸福的可能性的时候 队长JB 我们的队长 在IG现实动态发了 让所有粉丝们都催泪的两句话 我说过不是解散吧 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前进 前面也说过了 虽然每个团体都会说不是解散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实际上就跟解散一样 只是我们不想面对而已 但是JB的这个IG现实动态 真的是塞达 塞达就是太舒服了 然后卡西奔七个人 也开设了新的YouTube频道 卡西奔 并公开了Anchor的预告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大发 粉丝们真的会很幸福吧 我也会姻缘 哇粉丝们应该会很激动吧 不是粉丝的我都感觉这么好 大发 卡西奔粉丝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粉丝们真的会很幸福 我觉得是最理想的模式 好羡慕 说是实际上解散的人 真的很想嘲笑你们 那就嘲笑吧 卡西奔永远爱你们 在我入坑K-POP的这26年来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过 这么反转的惊喜 真心希望卡西奔能够做过 非常好的县力 让以后合约到期各自单飞的团体 也能这样完全体活动 谢谢你们 卡西奔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颁奖典礼制作组 公开的TWICE团婚 Broad Disco was颁奖典礼的制作组 在节目里公开了TWICE的人品 我们每次挑选的艺人是TWICE 女团在舞台下会不会很敏感呢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但是TWICE从远处登场的时候开始 就会以响亮的声音大喊着 Annyeonghaseyo进来 一如既往的会照顾工作人员 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顶尖女团怎么能这么不变呢 然后团婚也是非常好 之前有工作人员说 TWICE起往这边移动的时候 因为舞台很大声音也会有回音 所以走在前面的成员们 会听不到工作人员的话 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塔香会在后面喊 TWICE来这里集合 成员们就会聚集在一起 一起活动 团婚真的是非常好 TWICE来这里集合 TWICE来这里集合 好可爱 TWICE真的有好多这样的美团 真的有很多工作人员都称赞TWICE 真的好喜欢这样的他们 只要看着TWICE心情就好 原来在舞台下也是一样啊 MUSH MUSH 电粉们来这里集合